欢迎订阅政治,我是喜耀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新闻,请看一下 如果要我用四个字去形容现在的阿兹明 那就是失魂又落魄 他的处境呢,只能讲说 惨到没有的灾产 在当时候喜来登1.0的时候 顶多大家就是骂他青蛙 骂他不忠心,骂他是叛徒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他已经落得无人问津的这一个处境了 昨天的时候就有两名国盟的领袖 匿名的开始盗阿兹明的背景 主要就是控诉 他们认为阿兹明作为马哥达的竞选机关的一个重要人物 结果马哥达大败 当中这些领袖更是有具体的点出 阿兹明到底有哪里不好的 比如讲 有人就讲说阿兹明实际上就是 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 你看到呢,在这个国盟 他们的这个土团里面的这些党员 通通出来帮忙的都是阿兹明自己的这个人 反观你看到土团其他的 这些外部的领袖呢 通通都没有给这个阿兹明拉进来 进而就导致了这一次的动员呢 土团党的力量其实是非常的稀薄的 更是有人指说呢 阿兹明的错误就是太过依赖自己人 不愿意相信其他人 而这些其他人包括伊斯兰党的一些领袖了 这是第一个直接往阿兹明脸上 赏上一巴的最有效的这个证据 除此之外呢 今天啊,恰好就宣布了所有这个土团党选的这个位置 你看到呢 这个主席和这个树里主席 沐游丁跟韩沙呢 稳稳吃米粉没有人挑战 然后 阿兹明原本啊,这个老木啊 是叫他去打总秘书 他自己拒绝 而现在呢 他连副主席都不要打 所以昨天才给自家人订背贼 今天呢 在整个土团的党值上 他也没有去往更高的这个城市去竞争 那现在的这个处境是何等的这个尴尬 我觉得到这里呢 或许就顶多 就是挺过就好 但是呢 非但 但是更好笑的就是呢 此时此刻 这个阿莫费沙呢 还出来帮了一个刀 怎么讲呢 这个阿莫费沙呢 可能是听到了阿兹明 没有竞选这个副主席 没有跟自己呢 有这个竞争关系 他今天就出来呢 哇大力的捧这个阿兹明啊 他就说呢 哇阿兹明其实大家不要怪他啊 阿兹明是我见过最好的这个竞选机构啊 OK 大家这个马哥打补选呢 阿兹明已经是非常棒了 OK 坦白讲啦 新闻大家都讲说呢 阿莫费沙是要帮阿兹明护航啦 帮他辩护 把他当brother啦 但是各位 你把这个逻辑稍微想一想啦 如果这个已经是阿兹明非常棒的体现 阿兹明已经是很好的 这个竞选机构 那为什么整个马哥打的补选会输得这么的糟糕呢 所以我觉得阿莫费沙越是把阿兹明呢 往上捧呢 感觉上就是让其他人呢 更想笑 更加的讽刺 这一个阿兹明啦 实际上呢 阿兹明今时今日的这个处境 跟他的性格和他的选择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大家不能发现 昨天这些匿名人士主要的控诉就是阿兹明这个人太过自我 太不能够相信其他的人 这就跟当时候啊 他脱离公正党坚持的啊 就是要搞垮这个西盟啊 然后组成啊 去这个土团 其实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来的 他不能够相信其他人 他只能够相信他自己 然后你也看得到 即使是慕尤丁给他啊 这个总秘书啊 让他去打 OK 他不要 副主席他也不要啊 那这样的人到现今土团的这个地位 就是孤立无援而已 哪怕阿兹明或许在这个处理事情上面呢 很有他一套 他呢 确实是一个 感觉上能言善道啊 感觉也是可以讲出一些政策的这个人 但是这样的人呢 却因为自己性格上的一些偏执呢 最终导致自己在土团里面呢 根本没有太多的这个生存空间 大家要知道 这次的马格达普选 他作为这个竞选机构的这个主要负责人 失利的 以后还有谁会给他这个机会 在这次的这个党选里面 他没有去往更高的地望爬 他没有去打这一个总秘书 他也没有打副主席 意思就是讲 他要等到下一届的这一个党选 也可能是四五年后的这个事情 那这四五年期间 阿兹明能做的就是等 就是被血藏而已啦 OK 而你往事情的另一个面向来看 坦白讲这一点对土团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恶讯 简单来看 现在主席跟这个苏里主席 还是那两个老屁股 慕尤丁跟这个韩沙 好听呢 就叫万众一心 难听一点点呢 就是这一个政党 实际上是没有心血 是等着成为老人政党的 成为老人政党就意味着 这个政党不会有任何的改革 也不会有任何的新点子 就是不停的继续沿用他们现在的策略 慢慢慢慢的走向没落 所以实际上呢 从今天我聊到的这两个新闻 大家大致可以看到 目前阿兹明的这个政治土上 是慢慢的走下坡的 而恰好的是 这个东西也正好和土团 现在的途径是成一样的这个曲线的 只要土团没有办法找到 可以拉拢更多心血 或者能够让阿兹明呢 跟其他人合作的这个契机的话 他们就是包着一起下散播了 OK 这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